奇文怪谈红尘世 道尽善恶与是非 感谢您来听我讲故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风水故事向来神秘 看不到 摸不着 而且很多人说风水之说 不过是迷信而已 不过这可是冤枉 知道风水 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古有藏经 和图洛书 三元宅经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文化 就连大学建筑里面 有一本书都涉及到风水学 风水虽然选 不过其实离我们生活很近 我们所住的地方 处处都是风水 举一个列子 你往河中丢一块小石头 丢了小石头以后 河中就会荡开一圈圈涟漪 直到停止很久以后 涟漪都会一直持续 所以说 这就是风水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 好的风水 可以让你一家人兴旺 坏的风水 或者恶劣的风水 可以让你生命狼藉 或者家破人亡 这都很正常 而且风水流派很多 多如牛毛 同一个宅子 张大师说是旺宅 李大师说是凶宅 杨公派说是凶煞家里 行妻客子 可是三合派 却说极星高照 多子多福 所以老百姓难辨真伪 莫中一世 不过不能说 风水就不存在 而以下就是一个真实的风水故事 村里有这么一家人 姓李 从前人丁兴旺 家庭和睦 也是村中的大富人家 可是现在家到中落 人丁凋零 家中就剩下一位八十岁的老母亲 老母亲有四个儿子 大儿子脊柱受伤 瘫痪在床 还需要老母亲来照顾他 二儿子在拉火车 不过手足曾经受过伤 手足不灵活 人家工厂都不要 只能艰难地做点小生意 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结婚 三儿子早年出外打工 不过因为犯了事 受了牢狱之灾 现在都还在坐牢 四儿子虽然也常年在外打工 不过很少回来 听说混得不怎么样 然而老母亲住的是从前的祖物 也有过曾经风光的时刻 不过到了现在 门前随处都可见蜘蛛王 生活得非常艰难 总之就靠着老母亲 帮村里人做一些事 来赚一些生活费 村里人都知道他们家的情况 可是救急不救穷 不过还是有好心的人 请来了风水先生到他们家来看一看 这天天气晴朗 小刘带着风水大师来到了李家 说道 大师 这就是李家 大师手里拿着罗盘 走到了李家的祖屋 把整个房子打亮了一番 然后在退后看了看罗盘 然后走进屋中又看了看 其中小刘跟大师说道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的时候 李家很有钱的 当年他们祖屋的旁边的土地都是他家的 不过当时李家把土地全盖成了工厂 不过那工厂就租了几个月 竟然因为生意失败 然后人就走了 直到现在 那座废弃的厂房还在那里 不过再也没人再租这块地皮了 大师听小刘这么一说 猜到 那就对了 当年修厂房的时候 动了龙器 龙器一退 家道中落 难怪家中会如此凄惨 大师 龙器是什么 风水看地就是龙器 好的宅子就有龙器 龙器可以望人 阴宅也是一样 需要龙器 这天生人 地生雪 万物有灵 人得气而胜 就是这个道理 小刘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带着大师继续来到了后院 只见老母亲竟然睡在臭烘烘的猪圈里 小刘摇摇头 道 说来李家的老母亲实在可怜 大儿子本来结婚的 可是自从瘫痪后 老婆跑了 导致现在老母亲还要为了养活儿子而辛苦 所以我这才请大师过来 大师你看 这件事要怎么办 大师来到了祖屋的厕所 只见厕所很窄 几乎都不能伸脚 竟然还放了一个马桶在哪里 大师看到后 说 这座房子现在的状况 就要富贵贫人 想要解决 需要进行好几场法事才行 那就劳烦大师了 原来从古代建都 建庙 甚至是建城 盖房子 完成后一定要做安隆仪式 意思让龙留在这里 只是现代慢慢失传了 而之前李家人在修工厂的时候 动了龙气 龙自然就走了 龙不在 家庭履出状况 才会导致家到中落 唯一的办法 就是把龙请回来 首先大师找了一些白米来 用白米撒在地上 做成一条米龙 也为米乃五谷之首 异域求财 也是请龙 这叫地藏五米龙 在池染 原济南京 就有这样的风俗 做完这些 大师再找来一只白公鸡 一定要全身洁白的公鸡 公鸡一定要大红棺子 也为大红棺子的公鸡最为阳刚 可以驱除邪碎和摔身穷贵 只有先把这些不好的东西赶走了 龙才会来 只见大师搅走纲部 然后再拿起大公鸡 只是割破大红公鸡机关的一脚 让公鸡血流在白米上 这样也可以不杀生 大师说了 能不杀生 尽量不杀生 接下来 大师就开始念动骤语 而这条米龙要放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中 一定要时刻守着 守着米龙不被蛇虫熟以偷吃 而且这三天内一定要保证米龙的完整 三天一过 地上的米就可以收起来 也为是大师做过法的 所以米可以拿来吃掉 抑郁是保证家庭兴旺 你把兴旺都吃下了 难道还怕家庭不兴旺起来吗 米龙吃一部分 剩下的一部分就要供在神台 神台上还要贴符 做完这一切后 这还没完 还需要点几盏元神灯 把屋内缺湿的气给补回来 做完这一切后 大师还需要前前后后 做几场发声 龙自然才回来 家庭也才能兴旺 而大师的做法 首先就是安龙神 再定龙学 龙才回来 而李家之所以衰败 一是因为动了土 伤了龙 龙一走了 这土地的精气神都没有了 不干净的东西自然会来你家 人为什么容易生命 就是因为人鬼杂具 龙没有了 不干净的东西 首先就会进来 比如说阴煞之神进来后 会占据你的神像 因为你家的都没有龙器在了 菩萨也不愿意待了 菩萨一走 阴煞之神就会占据神像 而且孤魂野鬼也会跟着进来 侵占你的房子 你的房子反而成了孤魂野鬼的聚集之地 又怎么会好呢 只有像刚才那位大师一样 先驱血 再安神 然后请回龙神 屋子才会兴旺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 对号入奇文怪谈红尘事 道计善恶与是非 感谢您来听我讲故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清兵占领北京以后 多尔滚派大将多夺率军南下 五十万大军浩浩荡荡荡 攻城破军 所向披靡 一路上 清军颁布了一道提法令 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 强迫汉人替光前额 留长辫子 提法令激起了民愤 各地军民纷纷组织起来奋力抗计 江南小城江阴 百姓听到消息后非常气愤 跑到县衙要求官府 把百姓组织起来操练 以便与即将杀来的清兵 拼个你死我活 那时候 县里的大小官员 被清兵吓得差不多都跑光了 只有一个叫闫应援的典使 还坚守岗位 闫应援来到百姓中间 把手一摆 乡亲们 现在将因危急 大家愿意拿起刀枪保卫家园 应援非常感动 如果大家信得过我 就听我统一号令 我保证清兵有来无回 不敢伤江阴一草一木 老百姓一听 全都喊了起来 言点是 我们都听你的 言应援点头 让大家先各自回去 请保甲长都留下 第二天 全城百姓就感慨了 有的挖钩 有的栽树 有的打铁 有的破木 那这是好像要把江阴城 翻个底朝天 有人不解 问颜应援 点是 清兵现在已经打到扬州了 你不带领我们练兵 在城里挖钩众树 还做这么多牧鸟 牧牛 牧人干什么 颜应援一笑 清兵用不了一个月就杀到江阴 我们就是昼夜操练 能练得比清兵还厉害吗 要退清兵必须置去 人们明白了颜应援的意思 二十多天后 江阴城变了呀 城外十里中上了树镇 树镇坐落八方 一共八个树镇 可为八卦 城中以一条弯曲的通道分为阴阳两部分 通道两旁种着一爆粗的大树 站在城头一看 整个江阴城就是一个阴阳语 老百姓不知道 这是颜应援精心布置的伏魔镇 按照八卦 设置了声 死 惊 杀 惊 给 休 多多 赌 独八阵 八阵又可演变成六十四阵 六十四阵可生三百六十五阵 阵中机关重重 不止好了伏魔镇 颜应援把保甲掌都集中到一起 告诉他们阵中机关所在 保甲长明白之后 又回去转告个户 颜应援告诉大家 每天城门大开 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如果清兵进城 他会在兴国塔和安邦塔上用塔中发号 告诉大家如何去做 兴国塔和安邦塔是江阴城中最高的两座建筑 分立东城和西城 正好处在伏魔镇的两个镇岩之处 岩应元把伏魔镇的总机关就设在了两座塔中 两座塔由守城军兵把守 他每天通过按道划车往来与两塔之中 观察城内城外动静 这一日 多多率领三十多万清兵进入了江阴境内 清军从北到南这一路杀来 虽然攻下了许多城池 但也是损兵折将 五十万大军损失了一小半 到了江阴 多多留了个心眼 他在城外五十里扎营 派探马先打探城中消息 十多个探马分几路奔向江阴城 不多时 探马回报 说江阴城平安无事 城里城外一片祥和 多夺一听 觉得奇怪 决定先派精兵一万 分四路进城 如果无人反抗 再派大批人马进城 索利率领一万精兵顺利通过了城外蜀镇 又通过城门来到城中 一看 江阴百姓全都在道路两旁扭着阳哥 一边扭一边走 像是在家道欢迎索利 索利高兴了 抬头就看见一个漂亮姑娘 那姑娘一边在路边跳着阳哥 一边冲她微笑 索利的魂一下子就飞了 催马就朝姑娘冲了过去 那姑娘一见 迈着蛇行步跑进了一条巷子 索利催马紧追 追到一个死胡同 姑娘跑进了院子 索利也打马进院 在院中转了一圈 发现姑娘没了 再一看 院门不知什么时候关上了 这时 就听兴国塔上传来一声钟响 索利没有在意 正四处寻找 就听脚下传来嘎巴一声响 随即身子便向下一沉 索利催马想跑 但为时已晚 连人带马掉了下去 翻板下面是一个玄刀阵 索利和马一掉下去 玄刀阵就飞转起来 不多时 索利和战马就变成了血水 姑娘从墙中走出来 又回到了大街上 索利失踪了 多夺命令几路 先锋分批进城 自己指挥大军 在江阴城外扎营 等将江阴制服之后 再进军加定 此时 阎应元正站在兴国塔 他见清军通过树镇 便开启机关 又敲响塔中 城中机关一开启 先期进城的一万清军 可就遭殃了 清兵想往城外逃 还没跑到城门口 就被路边大树中 飞出的剑弩射死了 老百姓从暗道中 跑出来打扫战场 把清兵尸体扔进碎肉镇 片刻功夫 血水便从地沟流进护城河 河水顿时成了血浆 多多觉得事情不妙 打马来到城下 见城头上无异兵异足 护城河的河水 却被鲜血染红了 多多下令清兵用大炮轰城 轰击了一阵子 多多透过城墙缺口往里一看 城中百姓仍然在街上行走 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多多气坏了 命令弓箭手设计 弓箭手往城墙上一众 城中传来三声钟响 再看城中百姓 一个也不见了 多多命令五千铁骑军进城开路 扫清城中机关 铁骑军排成一字长蛇阵 鱼罐进城 用长矛车的试探机关 遇到翻版 转版 现坑 便在上面撒上白灰绕道而行 铁骑军身后跟着几辆炮车 开出一段路大炮便四处乱轰 站在安邦塔上的盐应援一看 就拉下了一道机关闸 只见街道两旁的树木摇动起来 摇着摇着 树干上出现了一个个窟窿 一道道火蛇从窟窿里喷出来 把铁骑军团团围在了中间 清兵在铁甲里烫得难受 纷纷脱掉铁甲奔逃 盐应援一看 又拉下一道机关闸 树木停止摇动 剑弩却从树中射了出来 五千铁骑军眨眼之间 就变成了一堆烤刺猬 多夺把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 他心疼得直跺脚 决定留下十万人马把城死死为主 直到把城里的人都饿死为止 其余人马继续前进攻打家定 多夺的主意刚刚拿定 还没来得及传令 就见城中飞出无数只老鹰 仔细一看 那些老鹰都是木头做的 每一只都三只有鱼 多夺心说怪了 木头鹰也能飞 这些木头鹰飞出来要干什么 多夺不知 这是盐应援复魔阵中的天鹰阵 这种天鹰藏于各家各户的屋顶 内舍机关 可自己飞行 盐应援见清兵不在近城 开始用天鹰阵反攻了 就见天鹰铺天盖地向清军飞来 飞到清军上空便俯冲而下 天鹰撞上清军便轰然而炸 眨眼之间 清军便被天鹰炸得人羊马翻 血肉横飞 清军阵脚大乱 互相踩大 死伤大半 多夺一看 这仗没法打了 唯也唯不了 撤 多夺一声令下 清军后队变前队 分四路后撤 可清军撤退必须经过城外的树阵 却不知那树阵比天鹰还厉害 站在塔上的盐应援剑 清兵陆陆续续进了树阵 立刻启动了树阵机关 八方树阵立刻倾倒 将清军卡在了中间 二十几万人马在树阵中进不能进 退不能退 顿时乱作一团 就在这时 树阵中的树木树皮纷纷开裂 数万只剑弩其发射向清军 清军本来已成惊弓制鸟 再被案件一射 就彻底乱了营 谁也管不了谁 纷纷逃命 多多更是顾不了那么多了 用盾牌护体 好不容易才逃出树阵 可还是被一支箭射中了屁股 清军一直难逃 直逃到江阴境外 才慢慢集中修正 多多让人一清点 三十万大军只剩下不足十万 多多哭了 我打了这么多年仗 就没这么窝囊过 回去之后我怎么向亲王交代 多多捂着屁股抬头一看 清军已进家定 便咬牙切齿地说 可恶的汉人 真该千刀万剐 江阴这么难打 我就不信家定也是如此 他把妖刀往空中一挥 军士们给我当平家定 我要屠成血恨 气急败坏的清军杀向家定 家定军民奋勇抵抗 但还是敌不过疯狗一样的清军 最后清军冲进家定城 屠城三字 两万多人死于清军的屠刀之下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惨案家定三图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 齐文怪谈红尘事 道尽善恶与是非 感谢您来听我讲故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北宋年间 开封汴梁在城中住着一家富户 家主姓张明龙已尽不惑之年 家中良田千亩 所开商铺九四不宜而足 当地人称张百万 也算这城中一个大户人家 虽然张龙十分富有 但对穷苦百姓毫不吝啬 经常施舍穷人 大家对他非常敬重 一年春天 张龙带着一个仆人 外出拜世之时 看到一个八岁左右的孩童 在卖花 周围不少人对他指指点点 痛骂他小小年纪不学好 张龙走上前去问道 请问你这花怎么卖 十两银子 小女孩一脸严肃 头也不抬 张龙听后大笑 顿是明白周围人 为什么对他指指点点了 原来是他狮子大开口 这花既不精致 也不是十分新鲜 为何要这样一个天价呢 张龙又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为何要卖这个价格 小女孩犹豫片刻说道 我叫姓骁 母亲说我像茉莉一般美丽 点给我起名叫骁莉 她并未向张龙解释 为何要卖这么贵 只是告诉张龙她的名字 张龙打亮着这个小女孩 她衣衫蓝绿 皮肤有黑 长得并不算漂亮 于是对她点点头说道 我看你这鲜花不错 你有几只鲜花 都卖给我吧 我全买下了 萧莉盯着她 似乎十分不解 摆弄着手里的三只鲜花 张龙经常接级穷人 身上银子不在少数 于是拿出一袋银子 放到小女孩手里 对她说道 这些银子足足有三十两 你拿回去吧 萧莉接过银子 不解地问道 这是真的银子 你真愿意买我的花 这些银子货真价实 若这些银子是用千胎冒充的 你尽可去找我 提我张龙的名字 人都知道 张龙说完便拿着三只鲜花离开了 走了一阵子 仆人憋不住了 对张龙说道 老爷 不是我说您 什么样的花能值十两银子 您分明是被那丫头给骗了 还要买三只鲜花 若是传出去 别人可要嘲笑你的 这怕是您买的最没用的东西 张龙笑着说道 穷苦人家也是有尊严的 他卖的这么贵 肯定有这么贵的道理 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我一看他的眼神 就知道他遇到了困难 否则这么晚了谁会这么做呢 也许这三只花真能给我带来好运 您是不知道现在人心有多坏 仆人无可奈何地说 张龙笑笑不说话 走到家里之后 将这几朵花叉在花园里 花园里尽是五颜六色的漂亮鲜花 过了几天 仆人对张龙说道 您真是料事如神 那孩子卖花是给母亲治病用的 他现在就在大门外 跟我说治病花了十两银子 还剩下二十余两要还给你您 张龙走出门外 萧丽带着母亲跪在门口之间 张龙赶紧将他们扶起来 萧丽母亲对张龙解释 由于丈夫得病去世 自己娘俩无依无靠 前些日子生了重病 没有办法医治 萧丽年纪小 尝试各种方式赚点银子 给他治病 也只是杯水车薪 后来随着自己病情越来越重 萧丽感觉母亲可能熬不到自己赚够给他治病的银子 便到处求人 结果不仅处处碰壁 还遭到嘲笑 他无奈之下便摘几只鲜花 麦克高价碰碰运气 幸运的是遇到了张龙 他们知道张龙有心帮自己 现在病情好了 就把银子还给他 张龙说什么也没有要 母女俩非常感动 萧丽更是哭着说以后一定不会忘他恩情 张龙笑而不语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渐渐的忘了这件事了 俗话说 人过四十 天过五 这一天 张龙正在家中午休之时 突然感觉头晕脑胀 两眼冒金星 正欲呼唤仆人之时 突然扑东一声倒下 再也动不了 恍惚之中 他觉得自己浑身清飘飘的 门外走进来两个人 一个身穿黑衣 一个身穿白衣 莫非这两人就是黑白无常 张龙还没来得及问他们 就被两人架着胳膊带走了 晕晕呼呼奔西方去 耳边阴风呼啸 周围一片漆黑 张龙虽双目紧闭 却心似明镜 他不明白为何一声行善积德 却就这样死烂 俗话说天有九重天 地狱十八层 十八层地狱中 共有十殿阎罗掌管 第一殿秦广王名叫秦广王 掌管人间妖兽生死 同管幽名吉凶 善人受众 皆隐超生 他坐在大殿之上 黑脸判官 黑白无常 虽然长相争鸣恐怖 但张龙却心里平静 站在那儿立而不跪 秦广王见他不肯下跪 气愤地大叫 你为何不跪 张龙面不改色地说道 比人一声光明磊落 未曾做过坏事 问心无愧 为何要跪 秦广王道 你授数已知 俗话说秦广王叫你三更死 你就不能五更吗 你这般无礼 不怕我让你转世为罗马 待我拿来生死部 读读你生前罪状 看你还敢不敢承认 张龙低头沉默 心里想到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毕竟他为刀阻我为鱼肉 也许命数致死 想到这里 他便也认命了 虽然心有不甘 却也无话可说 正在这时 大殿外走来一个劈头散发 手持菜刀的女子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萧丽 她近来就指着秦广王说道 我今天所来不是别的事 就是要给恩人讨个公道的 你个目不时钉的东西 还有什么资格掌管第一点 张龙见萧丽为自己 鸣不平对其劝说道 生死自有定数 我对你不过是三只花指恩 你回去吧 萧丽指着秦广王破口大骂 非要秦广王给他一个说法 众鬼将他挡在门外 秦广王打怒 怒吼道 是谁将这个疯女子放下来的 先拉出去 带我处理完张龙在岩城的 萧丽不服在门外喊道 我阳寿未尽 是我看到张龙去世之时 撞墙而死 要向你问个明白 为何你们要收他阳寿 这是你要不给我合理的答复 我就是禀告天庭 也要替恩人讨个公道 秦广王见子便对他说道 既然你闯进来 那我便让你看个明白 秦广王牛脸转问黑脸判官 判官将生死簿翻到张龙名字的那一页 只给萧丽看 萧丽看到张龙之名 更加气愤地吼道 在阳间人世 我见到很多人凶无点目 却称作一代大家 打字不识的人也能金榜提名 好色浪子妻妾成群 承执专一之人却常常独守空房 划众取宠者成为人中龙凤 务实肯干之人一生都默默无闻 投机取巧之人腰缠万贯 勤劳辛苦之人身无分文你们这狗屁生死不简直如儿戏 秦广王大怒 胡说 若是真有此事 我定不会轻饶他们 我今天要看看张龙生平 究竟有没有做过天怒人怨之事 正说话间 几个阴差鬼力手捧侧击到了秦广王殿 判官上前接过地给秦广王 秦广王叫小鬼把龙岸弯的腊活挑大 认真仔细一页一页的翻看侧击 近百页翻过 没见张龙做过什么措施 他心里惊讶 仔细想了想嘴角挂出冷笑 环视一下黑白无常二厘后 说道 你们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黑白无常下成一团 最后他们说出了实情 原来有个叫张龙的人跟他重名 此人整天游手好闲 做尽坏事 前些日子 张龙梦见黑白无常勾混 觉得自己大陷将至 就烧了很多纸钱给黑白无常 黑白无常收下之后 就找张龙替代他了 本以为此事做得天衣无缝 就在张龙感叹命运无常 屈负于命运之时 闯进来一个撒泼的女子 破坏了这个好事 秦广王听后大怒说道 人们说有钱能使鬼推磨 看来此话不假 连你们都能被贿赂 哪里还有什么宫廷可言 他下令将两力打入十八层地狱之后 重新找了两个鬼力做黑白无常使者 此事平息之后 秦广王低头给张龙和萧力道歉 并亲自将他们送回阳间 多不长二十年寿命 次日一早张龙起床觉得精疲力尽 众人围着他一阵欢呼 他们想不到张龙能死而复生 张龙大笑说自己这辈子买过最珍贵的便是那丫头的三只花了 那个撞墙而死的萧力此时也躺在地上抚摸着头上的大包直护疼痛 至于那个投机取巧的张龙则是再也没有见到第二天的太阳呢 后继在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做好事一般极为善事 人们应该多多行善 自然能收获回报 这种观念在增广贤文中就多次出现 张龙这类善人不仅大意 而且大爱不爱 懂得尊重一个弱者 这种传统文化在现在看来就可以看作是正能量三个字 从实际的角度来说 其中蕴含一定的科学道理 举个例子 就像是种下几颗菜子 你不能奢望每一个都发芽 但必定会有发芽的种子 而这些种子长成蔬菜就是回报 量变的积累产生质变 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物 我想最鼓励人的一句话不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而是但行好事前程四解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 其文怪谈红尘事 道计善恶与是非 感谢您来听我讲故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西汉时有位太守教赵新陈 东汉时有位太守教赌师 这两人围官期间都连正爱民 一心为百姓造福 百姓对他们十分爱戴 称为前有赵父 后有度母 父母官一次由此而来 因此可不是所有的官都能被称为父母官 只有爱民 亲民的好官 百姓才会是若父母般敬爱 西晋的胡志 胡威父子同在朝中为官 都十分清廉 一次 胡威到荆州探望过父亲后 准备回京 荆州刺史仗下一名嘟嘟听说他要离开 谎称也去京城办事 连忙请假回家 拿了粮食和肉追随而至 一路上 都督给胡威送饭送肉 很是殷勤 过了几日 胡威察觉出问题 一问才知都督是想让他给父亲递句话 好帮其晋升 随即 胡威将父亲给他的一批卷赠给那都督 打发他回去了 回到京城后 胡威写信给父亲 建议割除这个都督的职位 以警示官员要严守清廉 父亲却回信说 此人虽是行贿 但情节并不严重 格除的惩罚偏重 影响也过大 等于向外人宣传自己的清廉 父亲还说已对其进行了界面谈话 这样影响讲 愚人愚己都妥当 胡威对父亲的处事周到佩服不已 后来 胡威入朝 进武帝问他 大家都说你们父子二人清廉 那到底谁更清廉呢 胡威沉吟一下 说我远不及我父亲 进武帝一听 笑笑说能说说道理吗 胡威答道 我清廉担心别人不知道 而我父亲清廉 却生怕别人知道 这就是我远远不及我父亲的地方 米服巨石 北宋书画家米服爱好石头 几乎达到癫狂的程度 他在连水做官的时候 出了一桩人命案 罪犯是他顶头上司的亲属 顶头上司在官场暗通关节 很有神通 使得批文迟迟不得下来 米服的心里又气又急 这时 听说钦差要来连水 米服想 这下此案总可以了结了吧 一天 米服在书房看书 有人求见 来人说 听闻米大人喜欢弄石 特地带来几块献给大人 说着 那人就从袖子里取出一块石头 米服想 你我素不相识 为何前来献石 其中必有缘故 来人见米服不动声色 又从袖子里取出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更胜一筹 米服看了 点头赞许 这时 来人再次从怀中取出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与众不同 米服情不自禁地赞叹道 好时 好时 来人一听 就笑嘻嘻地说 既然大人喜欢 就请收下 米服说 谢谢你的后裔 说着 叫家人取过银两放在来人面前 来人推辞道 我慕名而来 几块小时 不成敬意 大人何必计较 米服说 无功不受禄 我不能白收你的东西 来人见米服执意不肯 便开口了 石不相瞒 我今天来 一是现实 二是有事相求 来人犹豫了一下 接着说 就是那庄人命案 请大人高抬跪手 来人话还没说完 米服就扎了起来 我爱石 但更爱米 客人不必多说 请便 来人收起石头 走到门口 突然仰天哈哈大笑起来 米大人清明 果然名不虚传 原来 此人正是前来调查的钦差大臣 郑板桥曾任山东为县的县令 一天 香绳将一个和尚和一个尼姑抓到县衙 告他们二人私通 伤风败俗 郑板桥听闻 耐心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 后来得知 原来这二人在未出家时 本是同村人 还是青梅竹马 早已私定了终身 可惜女方父母 却要把女儿许佩戟邻村一个老财主作妾 女儿誓死不从 离家去桃花安削发为你 而那痴情男子之情后 也愤然出嫁 谁知在第二年三月三的违线风筝会上 这对苦命鸳鸯竟又碰了面 二人含泪互诉中场 不料被人当场抓住 郑板桥听后 不禁动了侧眼之心 于是盼他们可还俗结婚 他还提笔写下盼子 一半葫芦一半嫖 何来一处好城陶 从今入定峰归继 此后敲门越影摇 鸟性越是空极色 莲花落出镜天骄 是谁沟却风流暗 寄取当唐正板桥 后来 这位有才的父母官促成家园的故事 一直被百姓称总 镇海县有个县官 狠替百姓这下 为了行人方便 下令在江南修一条大路 一日 道路修到了一座大坟旁 坟头上的一棵大树挡住了去路 驻路工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砍了树 继续修路 谁知这下闯了大祸 原来这是当朝一个大官的祖坟 砍掉了他家的坟头树 可是要被砍脑袋的 大官家里人马上报到经理 不久 上面官府行文就下来了 说要追究主使人 严加承办 县官接到公文 六神无主 身边的师爷出主一说 县交有为乐贤先生足之多谋 善解一难之事 可请他想想办法 于是县官亲自拜访了乐贤先生 等县官说明来意 乐贤缓缓说道 此乃是官府之事 我是山野小子 恐怕无力以住 县官见他回绝 深深地拘了一躬 说 我楷树开路 也是为民造福 不想大祸临头 望先生能帮一把 千万莫死 乐贤却站起身冷冷地说 老爷 俗话说 看天如火烧 田里和哭叫 我没工夫和你说话 急着要去车水灌田呢 说完 转身走了 师爷看不下去了 指着乐贤的背影正要开马 县官却一把拦着他 不得无礼 先生已把办法告诉我了 回到县衙 县官提笔写了一封回文 砍去你家坟头树乃是实 因是本县久汉不语 天地甘如火烧 如不想法饮水灌田 则今年黄粮难征 国库是冲 百姓集体 为解燃眉至极 卑职令砍此树 扎成龙亭一座 以求语录 如定要问罪 请奏名皇上 做出圣财便可 原来就是有个定法 只要是军须或为求语 哪里的坟头树都可以砍 这个大官皆到公寒 自是不敢多话 也就作罢了 而当初乐贤先生 正是看在县官大人是为民造福而惹上麻烦 才出手相助的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齐文怪谈红尘事 道尽善恶与是非 感谢您来听我讲故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清朝道光年间 于次有一家农户 农夫叫王世坤 妻子乔氏 两个儿子一个八岁 叫王毅 一个六岁 叫王民 本来王世坤出了重地 还做点小买卖 家里过得还算不错 一家子吃穿不愁 但是有一年临近春节 王世坤在回乡的途中遇到官兵镇压齐军 混乱中被误杀了 他的同伴藏在路旁一个草舵子里躲过一劫 赶紧回乡 并将此噩耗告知了乔氏 乔氏拉着两个孩子 哭得死去活来 缺了顶梁柱的日子过得格外艰难 王世坤没了的第一年 他们还能勉强维持 但第二年正好遇到旱灾 庄稼欠收 家家都不好过 粮食早就吃没了 老百姓就去挖野菜 后来野菜也吃光了 就开始挖菜根 吃树皮 乔氏一家好不容易才挺了过来 四五月份 树木花草开始发芽抽质 乔氏和两个儿子勉强也可以饱腹了 乔氏院子里有一棵大洋树 长得很高 有一对斑鸠夫妻在上面坐卧下蛋 开始抚育新生命 大约二十来天 树上开始传来几只小斑鸠的叫声 两只大鸟忙起来了 天天飞出去找虫子 乔氏一家一开始也曾打过两只斑鸠及鸟蛋的主意 但农村人有讲究 来家里坐窝的鸟都是吉祥的象征 轻易碰不得 而且大鸟刚刚孵出小鸟 这个时候更不能吃它们了 所以它们也只是眼巴巴地望着 人与鸟和谐共处 相安无事 有一天 王民鼻青脸肿地哭着跑回来 一头趴在乔氏的怀里 乔氏一边安抚 一边在王民断断续续的讲述中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王民出去遇到了财主的儿子周大宝 他啃着一个鸡腿向周围的小伙伴炫耀 王民想起当年爹爹还在的时候 他们家也能吃上鸡腿 他看不惯周大宝目中无人的样子 就对了几句周大宝哪里肯吃亏 当年王室坤在的时候 他都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更何况现在王民是个没爹的孩子 几声招呼 家丁还有几个巴结他的小伙伴一拥而上 将王民胖揍了一顿 讲完这些 王民眼泪汪汪地看着乔氏 说了一句 娘我想吃肉 一句话戳到了乔氏的心窝子 他哽咽着说 孩子咱们家今日不同往昔 能饱腹就不错了 哪里还能吃得上肉啊 那只王民一下子从乔氏的怀里挣脱出来 倔强地说了句 不我就要吃肉 说完又开始朝着乔氏撒娇 娘你想想办法吗 儿子真的太想吃肉了 连续几天 王民都缠着乔氏给他弄肉 乔氏一个头两个大 满心都在琢磨怎么满足儿子的这个愿望 这时几声鸟鸣引起了乔氏的注意 他不由心里一动 大鸟肯定逮不着 但几只小的 很容易就能弄下来 这时的乔氏也顾不得什么吉祥不吉祥呢 找来梯子和厂主干 趁着大鸟出去找食的功夫 爬上梯子 三两下就把鸟窝给倒下来了 里面一共有三只小斑鸠 有一只还没睁开眼 掉在树下的草垫子上 扑扔着还没长羽毛的翅膀 乔氏有一瞬间的心疼 但一想到自己的儿子 他又狠下心来 将三只小东西拖到了储物 开始点火烧热水 准备退毛洗净了炖汤 这时王义跑了进来 看到小斑鸠 他大吃一惊 娘 不能吃啊 会遭报应的 乔氏无奈地苦笑道 你弟弟要吃肉 娘能怎么办呢 娘 我已经十二岁了 我有力气 我可以出去找活干 等我挣了钱 就给您和弟弟买肉吃 听到这话 乔氏犹豫了 正当这时 王民也冲了进来 一见到三小只立即兴奋地说 肉 肉 娘 炖了他们 我们就可以吃到肉了 弟弟 哥哥马上就出去挣钱 给你和咱娘买肉吃 这鸟吃了不吉利 咱们还是别吃了呀 王义急忙安抚弟弟 那只王民根本不听 眼看着马上到嘴的肉 岂能放过 听到这里 乔氏眼里含泪 还是舍不得小儿子失望 正争执不定时 锅里的水已经冒出了热气 王民怕此事生变 二话不说 抓起小斑鸠就往锅里扔了进去 等到王义抢着阻止的时候 只来得及抓住了那只 还没睁眼的小斑鸠 他伸出手臂 将小斑鸠举得老高 王民够不到 然后他大踏步地来到院子 将小斑鸠小心翼翼地放到鸟窝里 又爬上梯子 将鸟窝拖到了一个树叉上 由于生气和担心 乔氏炖的斑鸠汤 王义一口也没吃 王民却抓着鸟肉到外头炫耀了一番 才美美地吃了 这时两只大斑鸠回来了 树上顿时传来一阵凄厉的鸟鸣 他们交替鸣叫着 声音悲凉 在大树旁来回盘旋了好久 当晚 乔氏做了一个梦 梦见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妻 指着他破口大骂 说他恩将仇报 杀了他们的孩子 原来这对斑鸠不是烦鸟 因看到乔氏家里艰难 才特意来他家树上坐卧 就是为了保佑他们以后 过上好日子 谁知乔氏竟因满足小儿子的 口腹之欲杀了他们的孩子 听到这里乔氏才想到 自从斑鸠坐卧后 他们家经常收到村里人的接迹 原来都是神鸟保佑啊 此刻的他后悔不迭 跪在地上气不成声 斑鸠夫妻消失之前恨恨地说 他们会报仇的 乔氏一个机灵醒了过来 才发现自己身上全是汗水 第二天树上的小斑鸠不见了 两只大斑鸠也不见了 乔氏家里鸟去朝贡 再也没有听到过鸟鸣 没过多久 乔氏忽然莫名其妙地生病了 卧床不起 王民也忽然开始变得傻乎乎的 给饭就吃 给粥就喝 但语言出现了障碍 智力大不如从前 后来竟然发展到上完厕所 不知道几裤带 就用两只手提着裤子 王毅在外打工 等听到信赶回来 事情已经很严重了 乔氏已经奄奄一息 而王民也因傻乎乎的 不知道找吃的而饿的奄奄一息 王毅请了几个大夫 都纷纷摇头 一个月不到 乔氏和王民就相继去世了 安葬了母亲和弟弟 王毅决心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他找到了王世坤之前的生意伙伴 开始跟着跑生意 也不知是不是运气太好了 连续几年王毅都顺风顺水 狠狠地赚了几笔 后来就在外地选了个地方安置了下来 这时有人给王毅保眉 双方都没意见 很快就罢了喜事 当王毅揭开新娘的盖头 新娘却说 我就是你当年救下的那只小班舅 为了报恩 才求了神仙转世成人 王毅不禁目瞪口呆 后来王毅成了当地有名从财主 他与班舅化成的人恩恩爱爱 一直活到八十多岁 儿孙满堂 这正是人命鸟命都是命 怎因贪嘴害鸟命 贪嘴害鸟遭报应 仗义就鸟得善重 说明民间故事是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像唐诗颂词可以借物永治 借景抒情一样 民间故事借用精怪表现人性 警示世人 勿以迷信论之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